哈喽 大家好 我是黄英川 今天过来工地这边 指导几个马桶的安装验试 因为这边有一个工地 四栋楼 大概有120户 一栋楼就有120户 它装了四栋 然后这四栋就差不多有 四五百个马桶了 装出来的效果全部是会晃动的 然后验收不合格 他们安装的以为是这个 产品出了问题但是我到了现场之后 给他们验试了一遍 但是这个装出来的效果 不会这个样子那很说明 就是他们这个安装出了问题 非常的晃动 现在我找另外一个马桶看一下 都是这种问题 几乎全部都会 你摇一下 轻微晃动 看不出来 但是它晃 然后把这个水箱 把这个水箱给它拆掉 这个水箱给它拆掉 我们重新给它装一下 这是一个新的水箱 现在由我们指导并安装 看一下我们装出来 这个马桶会不会摇晃 因为这孔马桶 它是分体的 所以分体的马桶 我们一般在这个梁接线 特别的注意 要先给它锁紧了 然后它装出来的效果 它才不会晃动 首先你这个肯定是要 锁到它这根不摇 刚拆那一台的时候 它这个已经在摇了 这你下面你锁得再紧 它还是会摇 所以你先保证它这一根 不让它换动 然后我们就再来组装下一个 这个一定要先把它使用 不换 看到没有现在稳得很 它不摇了 现在它问题出在哪 它问题出在那根 第二嘴螺丝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它锁索 锁到它们的棍子 它不摇晃 然后我们再来上 你下面那个螺丝 你只要那个螺丝不摇晃 然后你再把它下面那个螺丝 对它逼近 它进不上它就不会摇晃 如果那中间那个螺丝 没有把它锁紧的话 你下面你锁得再紧 你一摇它 它这个步骤它还是没有卡到位 它还是松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领大肌东西 肩膚要好 肩膚要塞到什么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试试第二个了 已经没有问题了 你现在你说像你这样摇 怎么摇它怎么不动啊 你肯定要试着保重每个每个马桶 这个分底水线 这个马桶给它凉去好 先试一下不广东 我们再往上面抓 你等它装上去了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你后面交易把你又要把交给它拆下来 那这个就公布链有点大 刚刚那个新的安装的没问题了 现在我来试一下它这个 这个是他们装完之后 这个效果放在那里 我现在给它重新拆出来 你看一下没有 现在我这个马桶 是它装好了之后 我要把它的马桶拆出来的 我们给它个镜子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根棍子 看到没有 它说这根棍子已经很摇 这根棍子很摇的情况下 你再怎么 下面再怎么逼紧 它一样是会摇 所以我们必须 重要的步骤就在这里 要把这根棍子给它锁死 对吧 这里也是 这里没有锁紧 我们现在把它锁紧 试一下 它可以轻轻松松的锁了这么多次 喂 你好 喂 没问题 试试安装有问题 对 对 我现在再试一个给你那个 试试给它看一下 试试给它看一下 你看 现在这样子已经就不摇了 你看 这两边已经不摇了 好 现在我们给它试一下 我试了一下 稳得很 一点都不会摇 好 没有 像这样的话就 就太滑了 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合格的 这个我们也把它拆一下 试一下 嗯 这个太爽了 太爽了 你看这个 基本上 对 都可以拿出来了 你看这个 看到 都可以拿出来了 整体拍一下 你看 这个这么说 你看 这个你下面怎么锁 它都是锁不紧的 所以关键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定要先把它锁紧 把它上紧 不上紧的话 它是绝对会摇的 对 像这样 都不会摇 漂亮 现在 就这样你就肯定不会摇 用手测一下 对不对 这样你可以 刚刚的话 它就 差别太大 对 像这样 现在它就不会摇 对 你要 不要跟他们说 就是最终验证固定那里 固定的时候 肯定要把它锁死 不要让它摇坏 然后它就装出来 它就不会放 好家伙 这些马桶全部已经安装好了 胶也打了 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 肯定是验收过不了的 一定要 反攻重新搞的 那你现在就要重新把它拆出来 再拆出来 再重新装好 再转回去 你这个工程量太大了 总包上面的话 它肯定不会再拨款下来 给你去反攻的 只有你最后面装了这班安装工人 你自己去反攻 那我不算多了 就算一个马桶30块钱 你500个马桶 你这15000块钱 你就去打水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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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